目前中欧双方正在就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 事实和规则是磋商的两大支柱 这里的事实是指双方认可的客观事实 而不是单方认定的所谓事实 希望欧方正视中国电动汽车竞争优势并非来自于补贴的事实 正视中欧汽车产业合作有利于共同发展的事实 正视欧盟业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事实 真正做出基于事实和规则合理且客观的决定